能犯如是心者本来是佛 此作佛之心 即本来是佛之心 所以下面 和我们讲 这个心广大 这个心究竟 这个心长远 这个心抱态 念老朱德豪 简单 厄谣 讲大 书 从时间讲 数穷三制 三制是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留到通通包括了 广篇十虚 虚是虚空 十方 东南西博 四围上下 这叫十方 数穷三制 广篇十方 这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 真心 真心是这样 妄心也是这样 妄心和真心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说妄心是这样 从这个这里说 是真 从迷那边说 是妄心 实际上是迷误不同 大小没有差别 迷误不同 迷左 就是轮回心 九六道轮回 迷左 过五了 这是法界心 偏法界虚空界 真心 本性 所以 这个心 能恕穷三制 横片十虚 能够极 真制 窮尽法源 这两句话 很重要 真制是什么 制是鞭制 真是真如 真是真心 真是真相 一真一切正 究极真制 究极真制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万法的真相 或者说宇宙万法的真相 你全明白了 窮尽法源 这个法是世间法 佛法 你全明白了 你成佛了 为什么 智慧 德能 尚好 都是你自性本有的 不是外力的 外面没有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你只要肯真干 肯老实 听话真干 老师 是否佛菩萨 不要紧要 菩萨还跟罗萨学 甚至他不是学佛人 他懂佛法 他读过经 他听过讲演 他记得几句 他能说 他不能行 你能说 能行 就成功了 就对了 老师能讲 不能行 学生能讲 能行 学生成就了 老师还继续搞六道轮回 学生倒转过来去道老师 为何报应 学生能成就是老师教的 没有老师哪有你的成就 对老师报应 对老师尊重 如果你轻问老师 批评老师 说老师不行 你自己就不行了 为什么 你堕落了 你用妄心 你又迷了 你看转眼就迷了 误作怎样 误作好像佛陀那样 对贫穷到乞衣 真正是无知 正是无知 未接受过教育 现代人说他无文化 刻意 佛对他如何 佛对他专敬 佛对他专敬的心 与尊敬十方诸佛的心 是同一个心 真心 两头无情 无严慕 无分别 无执着 他用真心 用真心 万事万法 无一样不是佛 动物都是佛 静物亦是佛 抗物亦是佛 礼拜山河大地 他是圣德的流露 个五的人与我们看法不同 我们迷惑有分别 有染症 有执着 个五的人无了 阿罗汉执着都无了 各位要知道阿罗汉 不要看他不起 他了不起 六度凡夫比不上 他五种见或断坐 五种施或断坐 我们怎样呢 一品都未断 新见 边见 见取 戒取 斜肩 未断 断了 你就正须逃缓 佛比余告 余家讲 博学 审问 神思 明辨 督行 佛话讲四个字 和他讲十个字是一样的意思 佛话讲信 解 行 正 余家的正 余家的正 包括在行里头 没有特别念出来 但是佛就讲得清楚 你虽然修行 未正果 你虽然修行 你虽然修行 做得不够圆满 未做到够境处 那四个字 给他讲那五条十个字详细 清楚 我们有没有信 不讲得无信 不讲得无信 有无解 有解 不讲得无解 信和解都无近 都不坚固 很容易受外面境界动摇 所以 行 无近 无本 正 无消息 念佛法门 要念到功夫成片 那个信是真信 为什么 他绝对往生 他心里头只有一句 有微陀佛 除了微陀佛之外 无事 万语言真放下了 不同的 我们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功夫 从哪里来 甚至什么叫功夫都不知道 更加不敢说了 功夫得力 更加不得力 不得力 更加不需要讲了 功夫得力 更加不需要讲了 功夫得力 实在不得已 实在不得已 自己明白了 自己明白了 就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学古大德 学古大德 尊求静土 希望往生,往生到紀律世界,可以說就是證得究竟大圓滿就證得了 它裏面長遠兩個字,明直真常,永離生滅 這四個字是聖德,自性裏頭本有的,明是光明,大光明狀 常直降,你看直也包在裏頭,常也包在裏頭 常是不生不滅,叫常,真,它不是虛偽的,它是真實的 實佛界衣正莊嚴是虛偽的,不是真實的 真實的,佛子跟我們講,實佈莊嚴討是真實的,它有個實,實佈 它是自性變現的,它沒有通過阿納耶的變 它只有言心現,沒有識變,所以它是真的 那裏的人無量受,沒有生滅現象,方便有餘土,要除極樂世界 因為奇樂世界四徒都是深現,無家識變,它不可施以,太特殊了 我們為什麽到極樂世界,是為這麽? 這是什麽 即是說 十方一切諸佛世界有退轉 紀錄世界四土都不退轉 這就好做了 無量獸 記住 你有無量的神通 你可以有無量的分身 每日去十方世界諸佛如來道 供佛文法 福慧相秀 所以 你到西方極樂世界成就 你就自然知道 時間不會很長 為什麽 一流的老師 諸佛如來 不是菩薩 太多太多了 個個都是老師 他們講經教學 每個人講經 你都去聽 從頭聽到尾 一堂課不缺 可以嗎 可以 為什麽 你分身去 化身去 好像我們現在一個身 不能分身 化不了身 一點辦法都無 無可能同時做兩件事 他們可以同時做無靈無變的事 所以這個心 命 直 真 常 不生不滅 永離生命 不生不滅 現上 不說得有 不焉 不說得無 有無是對立的 在極樂世界 所有一切對立 全都化解了 無對立 我們要學佛 要真做 我們未到極樂世界 還在這裏 就將對立消除 對我們往生有大幫助 我們學下這一生 不和人對立 他和我對立 我不和他對立 這樣可以做得到的 不對立 讓他違背 也沒圍 亦無競爭 當然更無鬥陣 又沒有競爭 心是怎樣 心呢 心不單止清淨平等 清淨是小乘, 平等是菩薩, 等是完全相同, 平是通通都是自性流出來的, 誰的自性是自己的自性, 自性只有一個, 十方如來, 阿彌陀佛, 同我同一個自性, 無量無邊一切眾生, 有情無情, 亦是同一個自性, 所以跟你說, 只有學法的人真正明白, 真正正得到, 騙法界虛空界, 同自己是一體, 一體, 你如果不愛他, 就是不愛惜自己身體, 你遭到第二個, 遭到一切萬物, 就是遭到自己的自性, 所以只有明心見性的人, 正得究竟大圓滿, 他對外面境界, 實際上對他自己自性所辨現的萬法, 清淨, 平等, 真正的慈悲, 叫同體大悲, 無緣大慈, 無緣大慈, 是這樣的一個心, 我們通常講, 菩薩心腸, 他對人沒有自己, 人就是自己, 什麼就是自己, 萬法就是自己, 我們如何將這些教義溶通, 我們身心消化了, 在生活中, 起心動念言語造作, 和他合二為一, 那就是法身菩薩的修行, 慧能大師的修行, 明心見性那些大德的修行, 無是非人我, 無善惡, 無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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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妄想分別執著, 通通無略, 就大圓滿, 就大圓滿, 抱備, 具足一切, 能生萬法, 能生片法界虛空界, 就是, 無欠無欠無欠是缺少, 無缺少的, 無漏道的, 無欠無欠, 欠是缺少的,無漏道的, 無欠缺少的,無漏道的, 無漏道的, 去哪裏求? 去自性裡頭求, 去自性裡頭求, 不向外,向來, 向來, 如是之心 功德不可施以 若能一發此心 便能傾盡 無此以來生死 與諸有沉淪 這個心 心不發 你不覺得 發達之後 下面作用便現出來 傾盡 是講時間快速 拆落之間 心一發拆落之間 盡 盡是個不留 無此以來的生死 斷了 與諸沉淪 沉淪講六道輪迴 六道無略 你就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諸有 有是講三有 諸有 包括十法界 沉淪是講六道輪迴 就是十法界同六道 這一段講什麼意思 滅罪 消業障 無量劫以來集結的罪障 諸沉淪通通消除了 消除之後 更以公燈迴向菩提 你看 業障消除了 先能將消業障的公燈迴向菩提 靈能上正佛果 絕對能 靈得 無上的佛果 所有貢達 決不同眷 無有損失 如消滅 能说出这句话来 导卓大师此语 他能说出这句话来 就值得我们 现在将他老人家的名字 排列在祖师牌位上 按照顺序他是第三位 正中三组 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句话帮助我们化解很多疑问 很多顾虑 你只要真体懂 你的顾虑而闻 一掃而降 这道黄念楼对杜卓法师几句话的评论 直接道出菩提心之功用 超出情建 微妙难思 第二 菩提心的作用 不多 文字不多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对我们的学人 产生很大的鼓励 知不知道什么用真心不好 为什么要用妄心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关键 什么叫真心 什么叫智诚 大学都跟我们说 知诚者 不自欺也 记住这句话 不骗自己 无量劫力 到现在 喜心动念 都是欺骗自己 欺骗人家 虚拟不实 从现在起 接受 接受 三组 道卓大师的话 教会 我们学习用真心 生活用真心 学习用真心 工作用真心 代人接物都用真心 真心表现在外面 就是 母怨大慈 同体大悲 以顺序应该倒过来 先是同体大悲 后是母怨大慈 首先 众生苦难 要帮助他化解 不苦 然后再帮助众生得乐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落实在哪里 通通落实在《教学》 中国古姓先言讲 教學為善,無論做什麼都是教學為善 宗教是守開教學之善 無論任何宗教,宗教裡有大聖大言 都是菩薩同體大悲來救眾生的 救眾生的理念和方法就是慈悲為本 慈悲是什麼?真愛 為何不講愛? 世間人聽到愛,它就產生情 情愛 情愛麻煩是煩惱 所以佛法換個名詞叫慈悲 慈悲是什麼?慈悲裡頭有智慧 愛裡面有智慧 愛裡面有道德 這樣就對了 而不是感情 感情這樣是麻煩 它是六道輪迴的根 感情黏上了出來很難 換句話說 所以佛法的愛這個慈悲是真愛 慈悲是真愛 世間人說的愛是假愛 是情愛 情是假的 情會變 今天愛明天就不愛了 你看這個世間人 結婚當然是情最濃的時候 癡得很緊 過幾天離婚了 情緣了沒有了 完全消失了 所以它是假的 有生有滅是假的 慈悲是真的 永遠不變 永遠不變的那個愛叫慈悲 我們要認清楚 佛陀的教誨 我們一生最感激的一個人 方東美先生 他如果不是我只出一條路 我這個人苦老一生 早就死了 就不在了 他改造我的命運 就一部書 《戰學概論》 《戰學概論》的一篇 《佛經哲學》 《戰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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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學概概概論》 《戰學概概概論》 適當我離法一生教學 從三十歲開始 開誤開始 我從三十三歲 出嫁 就教佛學院 就在外面講敬 多數是 居士團體 在台灣很多連社 散步在全島各地 我經常去他們講經 一部經可以講十幾次 熟能生考 考是什麼 吳儲 篇數講多了有吳儲 後面補充前面的 後面改正前面的 不要中斷 要天天講 天天講沒有人聽過 怎麼好 那個時候 錄音機剛剛發明 有居士送我一台錄音機 因為我很喜歡 為什麼 我告訴他 然後 我說完 我再打開 我聽他的 他再告訴我 我的功課 就一天都不缺 旅行都不缺 隨身帶著 這個是我學習的方法 即是說自己講自己聽 自己改正 自己提升自己 所以念錄最後幾句話 講得好 道卓大師史語 直接導出 菩提心的功用 超出情見 微妙難試 學佛最怕的就是這個情 情見這東西出現 就麻煩了 最難斷的是情 情不是好爺 苦不堪言 但是人就喜歡受這種苦 受這種折磨 這種叫迷惑 到底 迷惑到所以言 佛法要將這個情變成知 老實說 情圖智是一件事 過誤了就叫智 迷了就叫情 所以情見 所以情見 這兩個字叫無量忠生 乎集中 輪迴六道 迷惑到 佛法 佛法 成中不例外 成中經典的 超出情建 從根上超越 感最高明 根上用心 教我們用真心 不要用妄心 妄心是情 真心是知 從這裏 開頭就可 用理智不用感情 理智是清淨的 是平等的 是過而不迷的 能令我們 時時刻刻 在菩提道上 不止於迷失方向 情建一生 麻煩就來了 不是走斜路 就是走彎路 糟了 有靈感 是否有一些 想要是否有 正確 靈感 靈感 寶貝 心論 以為座正 證明其事 解決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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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菩提心 能包藏 一切諸佛 功德法顧 若修正出現 周圍一切道師 真心裏包含 儲藏了什麼 一切諸佛 功德法 一切諸佛 無量劫修行 聚集的功德 都是真心裏頭 所以 只要你明心見性 你見到真性 一切諸佛 功德法 你都受用到 即是說 他們的資料你都看到 你都用上了 這種叫什麼 大切大悟 明心見性 堅勝成佛 所以佛菩薩 古性先賢 不教我們向外求 向來 佛法稱為內學 印度人叫內明 明是智慧 五種智慧 這門智慧從內 不向外 叫內明 佛教傳到中國之後 佛教傳到中國之後 他學習的方法 學習的理論 我們的老祖宗 古性先賢 傳盤 接受 這就是 依戒定位的次第 戒是做什麼的 戒是幫助你得定的 定是做什麼的 定是幫助你開智慧 目的是開智慧 必須通過禪定 小定小智慧 大定大智慧 大次大悟 這是究竟圓滿的大定 至聖本定 為能大師靜德律 你看他開智慧的時候 第四句話 賀其智慧本無動搖 智慧就是真心 真心不動 沒有搖晃過 真心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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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自性裏面的智慧 都能通通透出來 能起作用 你先要回到自性本定 然後你就知道 萬法哪裡來的 自性變的 你對萬法 過去現在未來 全通達 全通達 一切智 沒有一樣漏到的 這些是一般人 不會相信的 你看人家科學家 哲學家 他們都說 人類智慧是有限的 不可能一切智 每樣都知道 不可能 這樣就沒得說了 我們要行順眾生 不要跟他責論 他如果能聽 我們就說給他聽 不會聽到此為止 歡歡喜喜 滿面笑容 不單止現在有 現在好多 古時後就有 自己戒學得不錯 持得好好 拿自己這把尺 時時去度人家 你看這個人破了戒 那個人沒有慈戒 這種罪業好重 唐朝時候 法相中二祖 是在中國建立的 初祖是原藏大師 那個中派印度母 規基是二祖 規基出家 是原藏大師勸他 的 規基出家 規基出家 是原藏大師勸他 規基出家 是原藏大師勸他 的 他身份 如果用現代人說 叫高幹子弟 他百負 維持敬德 他百負 唐太宗的大将 袁瑞 他是慰慈敬德的侄 人非常聰明 縣座大師 希望他出嫁 他開玩笑 和縣座大師說 你答應我三個條件 我就出嫁 縣座大師問他哪三個條件 第一個 我喜歡讀書 我要帶一車書 我喜歡讀的 縣座大師說好 第二個 第二個是 他生活好優裕 我要帶一車黃金 我習慣了個榮華富貴的生活 第三 我要帶一車美女 好像縣座大師三個條件都答應他 他出嫁了 出嫁之後 他是菩薩再來的 所以這個三車法師就出名了 大家叫三車法師 一車黃金 一車書 一車美女 從中南山的道宣律師 就輕慢他 講經講得好 是有道理 但是戒律不清淨 不遲戒 皆為無上菩提本 因爲他不遲戒 原道大師能同意他 就算明 原道大師的道行被他告 道宣律師 道宣律師就比不上 有一天 規記大師從中南山經過 就是道宣律師律中道場 從他山下經過 聽到他的 順便上山去參訪 道宣律師聽到他來參訪 就要懸搖一瓣 道宣律師感到天人送債 他日中一食 那一餐是天人送債飯給他的 等規記大師看下 你看天人和我送供養 上山傾了很久 吃飯時間過了 天人沒有來 道宣律師很失望 他走了之後 提醒他 天人送債來 他就責備他 昨天下午 為何你沒有送飯來這裡 他說昨天有大乘菩薩在這裡 滿山天神 不讓我進去 道宣法師聽到這句話流汗 覺得慚愧 換句話說 現在學戒是戒在外面 規記大師持戒是持在內心 六根接了六層境戒 不起心 不動念 不分別 不執著 就是圓滿的大戒 這些是規記大師做到的 原動大師他們做到的 道宣律師 未到這種境界 這個故事留下來 非常值得我們警惕 我們如果拿着持戒去度人 這個不是持戒 那個不持戒 如果他是佛菩薩羅漢再來 你不是就广佛广佛广爭 那麼這種委託三寶的罪孽是無間地獄 古時候就有 現在可能更多 這種情形我們不知不得 下面一句說 是說真心 真心裏包含了一切佛法 一切諸佛的法都在菩提心裏 供得法 若修正出現 修正出現 就是大切大悟 明心見性 周圍一切道士 我們舉 六祖惠能大師的例子 惠能大師修正出現 怎知他出現 他的報告 好像現在按博士論文的報告 只有五句 賀喜之聲 本字清靜 賀喜之聲 本不生滅 賀喜之聲 本字巨足 賀喜之聲 本無動搖 賀喜之聲 本無動搖 本無動搖 能生萬犯 這些就是他的報告 五祖召見是考他的 五祖聽完之後 下面不用說了 行了 你真的虛誤了 要撥給他 叫他快點走 那就是最後一個博士學位 他拿到了 一撥他拿走了 但是 沒有人服 人家認為他偷的 要將他搶回來 他躲在獵魂隊裡 十五年 十五年之後 大概不少人 亦不在世了 留下的人 亦淡薄了 不再惹這些麻煩 他出來 弘法利生 為一切 眾生的導師 若歸本 於是 物嚴各土 事實極 物嚴各土 便是十八月 下 一切 物嚴各土 是宜樂世界 物嚴各土 是�其世界 物嚴各土 物嚴各土 這裏跟我們講,菩提心的作用真正不可思議。 這段是四段裡頭,開始第一段。 說明菩提心的功用。 第二段說明菩提心的名體。 名字是相。 有名有相,不一定有體。 跟我們講菩提心的體,這四段在這裏, 即是說明什麼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無法行不行? 這段文討論這個大問題, 因為有菩提心先能往生。 沒有菩提心不會往生。 念法亦不會往生。 能不能往生,絕對在有無菩提心。 念法功夫淺心。 念法功夫淺心。 這是往生之後, 地位四土三背九品。 地位不同。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能得到極樂世界, 品位不好理。 學年詞,學牛益大事。 我只要到極樂世界, 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我亦願意。 即是說, 我去那邊讀小項一年級, 我亦做。 為什麼? 那邊人無量壽, 保證得到博士何位。 時間長無所謂, 有壽命。 壽命短, 這樣就不行了。 在我們這個世界, 不但極樂世界可以。 所以首先, 取得極樂世界。 真信切願, 就在菩提心。 換句話說, 菩提心幫助我們真正相信淨土, 幫助我們最大的願望。 第一個志願, 我要去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 這是作用裏面的第一個作用, 無比殊性的作用。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裏。 是作用裏面的問題。 希望我們是一個文化。 預告的事情。 叫你資訊, 我們在這裡, 到這裡吧。 我們要去看。